系指江子寮绝壁风景很美 从路口处到绝壁里头 还有一段大约5到10分钟的路程 为了推展观光 市府也将针对沿路加强导览牌进行更新 9号上午议员审发会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并且希望针对步道也能够一并改善 让观光休闲环境更好 江子寮绝壁是一处车子到不了的美丽景点 所以过了苏子坝附近之后就得进入步道 只是沿线的导览牌破旧不堪也不够清楚 所以之前多次的会堪希望能够改善 民众说江子寮沿线的风景不错 宝藏坑溪溪水清澈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 尤其里头的绝壁值得走一走 有啊 有一个绝壁 有一个水泊不错啦 路普通啦 路不够走啦 但是走关系就好了 现在所在地是江子寮绝壁这边的登山步道口 那我们在上个月我们就有邀请观光局来做一个会刊 那我们是希望说整个步道的维护 还有一些告示牌的部分 能够做得更加的清楚 让一些登山的步道的一些山友们 能够有更清楚然后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沿线的观光设施改善工程 9号10座 9号当天 议员审发会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直接入口处的大块导览牌 木头外框走就腐蚀严重 再加上导览不够清楚 所以这次将沿线三座导览都要更新 另外更重要的是沿线的步道 部分损坏严重 走起来不安全 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协助改善 第一个阶段他会先做导览图的一个指示牌 做一个重新更换的一个维护 那总共有三块 从我们的路山这个部分 还有我们的最里面的部分 总共会有三块 那这个第一阶段 他们会来帮我们先做一个 比较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告示 那接下来我们会再建议观光局 是不是从我们里面的步道 整个我们的木栈道也好 还有我们的栏杆也好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评估 让我们的山友在登山有更好的环境 从步道口进去 到江子辽绝壁沿线 还有几个地方不好走 接下来服务处将持续向市府观光旅游局争取 包括扶手栏杆及步道都能够修缮 让山友有更好的环境可以来走 教程慧林希子采访报道